都能够迎刃而解 这个聪明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但有的时候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应用不恰当的话 把问题还搞复杂了 所以这个定就非常重要了 有定当然就有会 智慧心形 他对于正道及做道法 就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 这文里面特别为我们提出 叫我们要用思念出观 这句话简单的说 就是要有正确的宇宙人生观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那怎么会有错误呢 我们接着再看下面 五律 五律者性根增长 前面只是有根 有根就能修了 有力了 那是你修行有了功夫了 有了功夫了 性根增长 像这个树一样 这个树苗的时候 还没有力了 只能说它是根 为什么呢 大风吹的时候 它抵挡不住 像我们种这个树苗 旁边还要用柱子来帮助它 扶持它 到它长沉了 它就有力量 用这个来做避语 性根增长 能破疑惑 破诸邪性 急破烦恼 命心里 主要记住 这五根是从五律变出来的 五律到真正智慧先前了 真智慧就加性根产生了力量 这个心里头有真实的智慧 这个时候 真正的能性 观景里面跟我们讲的原理 讲的真理 真实的思考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念佛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 就是这两句情况 我们真正相信 你对于这个完全肯定 能够接受 能够相信 能够相信不疑惑 换句话说 你就相信 你这一生念佛 决定能成佛 欧耶大师 在这个要节里面跟我们讲信 讲的六个 第一个就是信字 自己要有真正的信心 西方世界从哪里来的 我们自信 我们自信 从别的地方来的 那么我们眼前 苏婆世界 也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一报正报 没有离开信心 要是套一句宗教里面所讲的 信心才真正是造主啊 造这个宇宙万物 不是别的 就是自己的真心 本性 所以禅家讲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什么叫佛呢 见心就叫佛 这叫成佛 成是用参就的方法 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 我们念到四一心不乱 是断烦恼 念到离一心不乱 就是见心 就是明心见心的 所以一定要相信 那么这样一来 对于我们能不能往生 能不能一身臣服 这个疑惑就断掉了 甚至于我刚才所说的 能不能通达一切法门 这个疑惑都消除掉了 那么这是心根 成长有了力量了 破除邪心 这个地方的邪心 包括佛教以外的 一切的信仰 甚至于包括佛法里面 某一部分 像小臣 声闻原觉 全教菩萨 要从比较上来说呢 跟这个大臣 原始 这个法门来比呢 那他们都是邪 都不是这 如果再向上提升 提到绝对的这个标准 可以说 只有念佛 幸灭痴明 正中之正 其他大臣法门 是正中之偏 不是正中正 正中正唯独这一文 所以这个善道大司讲 如来所以心出事 为说谜头本月海 就是这个道理 这才是第一纯真 破除邪心 解破烦恼 这个疑惑邪心能破 那烦恼啊 当然就更容易了 烦恼就更容易了 所以我们常讲 断烦恼 到你这个 这个性根有力量了 你的烦恼就没有了 今天我们烦恼重重 不但什么有信力 你性根也没有 所以这个烦恼 难怪这么多 难怪这么多 精进根增长 破种种身心懈怠 成巴彻世大死 您精进根 在八成佛法里面 所谓善根 八成菩萨的善根 就是精进根 我们世间人的善根 佛说有三种 就是世间 所有一切善法 从这三个生出来的 无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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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耻 无耻 就是心里面 没有贪嗔痴 所以这叫三善根 世间六道里面 所有一切善法 从这三善根根里面生 大成菩萨善根 就是一个精进 可见的精进实在不容易 一般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容易懈怠 容易疲倦 容易退转 所以他就很难成就了 不但这个初世间法 修行的人多 成就的人有几个 为什么修行不成就 懈怠退转 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当然 他的理论正确 方法没有错误 但是懈怠退转 但是懈怠退转 叫他不能成就 必须精进 有了力量 出世间的大四 能够精进不退 世间这些小四 没有一样不成就 我们自己 常常怪自己 这个功夫不得了 学佛学了这么久了 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实在没有去找这个原因 大概仔细找一找 恐怕绝大多数都是英勋 马虎 懈怠 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就以念佛来说 很多同学来跟我说 我念佛已经念了两三年了 烦恼还是这么多 为什么说 这一句佛号可以断烦恼 为什么都不掉 他来问我 我告诉他 你功夫不到家了 换一句话说 佛是念了 功夫不够啊 有些同学都想想 有道理 确实是功夫不够 功夫真的要够了的话 决定了你的烦恼上 像阴光大使 在文涛里面就说了好几次 他举一个例子说 这个真正念佛人 我们初念佛的时候 一面念佛会一面有妄念起来 不是我们打妄想 妄念自然起来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有这个现象 不要奇怪 也不要害怕 也不要忧虑 晓得这是平常的现象 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现象 有些人说 我不念佛的时候 没有啊 没有这个妄念啊 越念越多 那是你的错觉 你不念佛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 妄念那么多 没有注意到 这一念佛的时候呢 就发现 不是不念佛的时候 没有啊 越念越多 不是这样的 那你完全搞错了 这个念的时候 发现要这么多 那个妄想随它起来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佛号上 换句话说 注意在佛号上 不要理会这些妄念 不要理他 他其他 不管起什么念头 都不要去理会 追佛号 那么功夫用久了 得力了 妄念自然就少了 从这个妄念 可以能够测验自己功夫 印竹说 平常人 普通的一个人 大概在一支箱里面 还有三五个念头 这一支箱呢 通常我们是一个半小时 这一支箱 一个半小时一念 还有三五个往念 这个功夫就算相当好了 很用功的人 要念多久呢 要念多久呢 要念三年 真念才行啊 不认真地念呢 三十年也不行啊 我们这个念佛同修里头 这有些老同修有念过三十多年的了 不要说一支箱啊 大概念个五分钟里面呢 就不止五个往念了 所以要真用功 要真实地去念 念上三年了 一支箱里头 还有三五个往念 可见的 那就不该死了 往念少了 少得太多太多了 这就是功夫逐渐的力 心低 逐渐清净 心也清净 无论看似看理 都清楚 都比以往要明白 这就是好现象 智慧增长 烦恼啊 轻的 尤其是 我们 真正把四十真相 搞明白 搞明白的人 一定是把求生 尽头 当作我们这一生里面 第一种大事 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 没有饭吃 不重要 没有衣服穿 没有工作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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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念佛 那就不得了啊 能有这样的见解 有这样的认识 他这个精进呢 才能够相应 这个 懈怠疲念 自自然然 就消除了 为什么呢 他念念相应 正所谓的是 因念相应 因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所以 用不着忧虑啊 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变化太大 苦难太多 那么这是眼前的四十 那么这些苦难 是不是我们忧虑就能解决的呢 不是 忧虑不能解决 要用智慧去解决 要用真实的羞耻去解决 这是正确 这是正理啊 所以说 一切妄想 执着 计较 是解决不了问题 何必把这个十阶精神浪费 在这个地方 那么办这个出世大事 这是世界第一等聪明人 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尤其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给我们是很好的做计真上语 让我们尝到人生的健康 历苦得落 正是真身的时候 念根增长 破除斜念 成就一切 除世正念功德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我们对于一切法 想错了 看错了 这都叫做邪念 不但我们对于日常生活当中 世间法里面 世间法里面 许许多多 这个想法 看法是错误的 那至于对佛法 也会有同样的弊病发生 这些对于我们的修学 会产生很大的障碍 我们不能不知道 念根代理了 正念现前了 一切邪念 就是错误的想法 看法 自然没有了 这个在修持上 我们敬重这个法门 比起其他法门 实在是要殊胜 因为这个法门简单 越简单 越容易得力 这个主要想得 太复杂了 得力就很难 越简单 越容易得力 越简单 越容易成就 不要认为 这个简单 恐怕功夫 不是很高兴的 你要是这样想法 这叫邪念 你错了 你错了 一心 专持弥陀名号 一心 专求往生净土 这个是你有力了 主要记住 一心就有力量 二心力量就分散了 在三心四心 那这个力量就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一心专领 一心专凶 那么其他的妄念自然就不散 我现在智慧没有现前 定慧没有成就 智慧没有现前 其他一切 它是正也好 是邪也好 我一看都不理会 为什么呢 与我不相看 我已经选定了信约持明 其他的 您说邪也好 说正也好 我暂时都放在旁边 等我念佛到三昧现前呢 一心不乱念到了 我再回头一看就明了了吗 现在不必去废这些心吗 这就对了 所以现在是邪是正 我们一律共进 我坚固 坚守自己的法门 不为他们所动摇 不为他们所扰乱 就行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成就一切 一切出世正念功德 这一句 一切出世正念功德 就是幸运持明 也就是大师志菩萨所讲的 都市六根静念相机 这是真正的一切出世正念功德 我们这样子 那就真的成就了 就是灭力了 定根正章 能破乱想 法主四礼禅定 这个叫定力 那么定 能破烦恼 词的这个乱想 就是烦恼 乱想指的是什么呢 贪爱 成慧 愚痴 愚痴是邪政颠倒 不便是非 傲慢 对于圣贤的教诲怀疑 所以是贪嗔痴慢意 这个是五大类 错误的思想 那么这个是属于烦恼 所以定能破烦恼 心定了 这些念头不生 这个念头一生 定就没有 法主四礼成定 这四根理就把一切法 统统包括 不但包括了一切佛法 同时也包括一切世间法 这一切法不外乎 一个是四 一个是理 理明白了 像前面所讲的 理得心安 明白了 四也明白了 这个四根理 过有难处 过有难处 理复杂了 四同样的复杂 理根四复杂的程度 确定是相等的 有一四必有一理 有一理必有一四 确定没有理外之寿 也不可能有四外之理 也不可能有四外之理 这都是我们要清楚 要明白的 禅定怎么讲呢 禅是外面不执着的 定是我理面不动心 就叫天地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无论是见到或者是听到什么道理 外面不执着的 外面都不执着 外面不执着 内面不齐分别 不齐执着 不齐心不动念 里面有地 这叫禅定 这个深深禅定的 是因为你 所有一切四里 你都能够通达明了 你有正会 去观察 这个禅宗的名词叫 观照 照见 不是去思维 不是去想象 不是去研究 研究是用意识 不是真知智 所以佛门里面叫参究 不叫研究 参究跟研究 不一样 就是研究用意识 用我们的思维 想象 来猜测 来推理 那叫研究 参究不用着 立心意识 如果有心意识 那就叫研究 立开心意识 就叫参究 那么心意识 是法相的名词 这是佛法 这个理论 同一切宗派法门 是佛法 共同的理论 简单的说 这个心 它的功能 就是印象 我们见一个人 听一句话 会弄个印象 这个印象 落在哪里呢 就落在心里头 心是第八识 意是执着 识是分别 那么换一句话说 立心意识 就是立开分别 立开识 立开分别 不分别 不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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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意 不执着 印象 那个叫参究 如果里面 有心意识 叫研究 研究是 世界法 参究才超越 这个世界 所以佛法叫参 不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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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就是禅定 为不执向 内也不动心 慧根增长 能遮通别诸佛 法真无露明慧 这个遮了是止 遮止是止住止息 就是心灭的意思 通别诸佛 或是迷惑 迷惑里面 这个见思佛是通 这个菩萨 二臣凡夫 统统都有的 别是这样的 沉沙无名 这个沉沙无名叫做别诸 因为它是菩萨所断的 在菩萨会上所断定 我们见思菩萨已经没有了 所以通别是这样说法的 简单来说就是见思 成杀无名 所有一切 迷惑总不外乎 这个三大类 这个三大类才变现出 无量无边的 错误的思想间接行为 那来持有不同苦乐的国王 那么唯有真正的智慧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它叫做法无漏 法真无漏 就是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智慧 现前这叫慧也有力了 慧才有力量 那么这个五根五列是一切修行人 从小城的这个粗骨 小城这个粗骨一直到大城等着菩萨了 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修学的原则 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原则 讲原理 在生守在应用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这个一天到晚 除世待人借无之处 功夫 功夫用在世纪的生活之中 生活里 好 我们今天就讲了三个月 好 我们今天就讲了三个月 好 我们今天就讲了三个月 也认为 吃飞呀 尽量有点水 除了三个月 弗香 恢复 三个月大 勇复 三个月大 身次相机 三个月大 身机 三个月大 你可以碰到天才第二天 诸位一定要晓得 前面五根最后一个是智慧 五粒最后一个也是智慧 这个智慧就从根粒里面产生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根没有粒 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区分一切法的真妄 那么说一个真妄 这里面包括的很多像邪正 是非善物品源都在这个意思当中 必须有真实的智慧 它才能够观察 才能够解决我们应该要修学哪一种法门 那么对方固然要用智慧观察 对自己的根性同样也要用智慧观察 决定不是感情用色 人家说什么我要跟着说什么 人家说的有成就 我们跟的人未必有成就 原因就是乏了 未必能契合自己的根性 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智慧 他不用别的 特别用菩提 这个字样是非常有道理的 使我们不至于发生误会 诸法是一切法 这里面不仅是包括出世间法 连世间法也包括在其中 三十七道品 齐灭三窟 四念处处 四正情四如一族 我们好懂 也容易修学 这个地方就难懂了 也难学了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没有真实的智慧 一切诸法 一切诸法 争亡邪阵很不容易辨别 因此往往我们选择发门 就选错了 选错了 对于我们损失很大 至少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浪费了 如果觉悟得快 回头的快 那还算相当性 假如是致命也不悟 不知道回头 那这一生都困不过 一生都不会有成就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关键实在是非常之大 那没有智慧 如果真正有善跟有福德的人 他也能成就 有善跟的人呢 他能信 有福德的人呢 他肯修 所以是一种老实忠厚人 这种人容易成就 特别是静宗这个法本 自古至今 念佛往生的 一大半以上 一大半以上 都是凭着善跟福德而成就 也就是说 他心地真诚 恭敬 听到这个法门 虽然 他没有深入去了解 去研究 但是他相信圣言量 相信佛菩萨不会骗人 相信这些祖师大德也不会骗人 教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就老实念 这个老实就是成功的秘诀 那么说到知识分子 那就麻烦多了 知识分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没有搞清楚 他不能完全相信 也不可能认真地去修学 所以世尊当年在世 这是说法 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余会 对象 实在讲 都是知识分子 这个是最难度的一群人 显示出佛的大慈大悲 不应其反 详详细细来解释 帮助这些人破灭开悟 帮助这些人解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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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做法的能力 是来自两个根源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善根佛德 一个是善根佛德 这是第一这个做法 那么以智慧观察世界 了解这个事法的真相 我们在这个世间 就不至于浪费太多的精力 太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因为那些不相干的事情 佛法里常讲造业 造业后面必定有果报 你造的善业 在三善道的轮回 造的善业呢 是三善道的轮回 总而言之一句话 是造六道轮回之音 这个错了 大错特错 我 佛教我们 断我修善 那个善 不是善我之善 我 那些人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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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那些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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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果是相对的 两边都离掉了 那就叫真善了 诸位相讲 两边都离掉了 六道就没有了 这才能超越三界 所以他不是一个善果的神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的 要明白它 那么在十七 生活当中我们要怎样做呢 确确实实在我们意识里面 有善的念头 有悟的念头 善悟念确实是相对的 而在实际生活当中呢 确实有好事有坏事 善思卧思也是相对的 我们断卧修善呢 究竟从哪里下手 理也离不开死 死也离不开理 实际上下手呢 还就是我们的身心造作 身心造作 总落在两边 如何两边都离开呢 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三轮提口 念边都离开了 换句话说 断无修善 都不可以知主 都不可以有这种意念 有意念呢 就是你有知主 可是我们最初的下手功夫 还是要从这些思想上 执着上做起 这个就是邪断三我道 就是修善善道 再进一步呢 善善道也失去了 纵然做一切善思 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自己心地清净 就像没有做一桩事情 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心里头 不落影像 世间人做了好事 要鞠躬啊 妖躬啊 做了卧室 要推卸责任啊 那罪过就更大了 所以这个都是着相 就是落在两边里面 佛教给我们说 不落在山窝面边 那这就是真善 所以这个世间好事 我们要做 要尽心尽力去做 可是做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清净性 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 放在心里 你的心就不清净了 我们今天要修清净性 修一心不乱 我还做了多少多少好事 那你就是不知道 又起了多少个念头 多少心 那就不是一心 六祖说的好 本来无一无 你这个心里头 拉里拉扎东西 装得太多了 这是错误的 那就不是真善 真正的善 是本来无一无 善我通通没有 通通都离开 这才是真善 那么学佛呢 对于一切法门 一切法门 皆善 古德有比喻说 如人生意 终彬皆天 这蜂蜜是甜的 装在一个盆子 当中那一点很甜 旁边也甜 味道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这就是说明 佛所说 一切法小成经典 都是属于至善 都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 帮助我们 允臣佛道 那么这是礼上说了 说得通了 四三还有差别 差在哪里呢 差在我们各个人的根性 不相同 这个要知道 佛当年在世 教化众生 不像现在办学校 编一套教科书 按照教学的标准 一年级叫什么 二年级叫什么 把它排上过程 佛没有 而且 而且佛讲经说法 学生 不固定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讲 不是报名 来参加 正式所谓 来者不拒 去者不留 是这样一个情形 因此 他没有扩成标准 他也没有刻意 去编教科书 每一次大会当中 实在讲 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个金本在这里讲 佛乐说 没有 佛所说的都是听众当中有问题提出来 佛是随一问随答 所以一切经理的都是问答的方式 我们这个经虽然没有人问 佛和长老教主舍利佛舍利佛的 教主跟他说明 是这么一种情形 那么当机的 这个当机就是 契合他的根基的人 听了呢 就得利了 得意切身 与他根基后博成正比利 根基后的人 得大利益 根基博的人 得小利益 都得利益 是这么一回事情 如果我们要是有心 跟佛生在同一个时代 听说佛在哪个地方 讲经说法 我们也可以参与 你参与这个法会 你有问题提出来 佛跟你一说 你也就开悟了 也就正过了 对症下药 那才叫真正气急 佛不再是了 后世的这些众生 与佛的语言 就要差一等 这个因言要差一等 佛法 由于后来 学生们的集结 把它记录下来 整理出来 流传到好事 这是我们今天 所看到的经典 那么这些经典 只能提供我们 作为一个修学的参考 我们接触之后 要认真 要冷静地 想想自己的根性 与佛所说的这个法门 相不相应 其不其合 换句话说 佛这种教法 对于我来讲 是不是合法 这叫选择法门 这叫选择法门 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智慧 不能选择 佛非常慈悲 早就替我们想到了 所以经上特别指出 末 末法时期 金刚经上讲 五五百年 五百年是一个阶段 五五百年就五个五百年 两千五百年 两千五百年 我们今天 拘离佛灭度 要照外国人的说法 是两千五百年以后 那么说五五百年 正是说我们现代 这个时代 佛对于这些众生 教给我们 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 这个《大吉经》里面 讲三个时期 那是讲正法 相法 末法 正法时期戒律成就 相法时期禅定成就 所以这个禅宗啊 是想法传到中国来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一千年 禅宗传到中国来 所以禅在中国特别兴旺 因为他们正好是想法 这一千年都在中国 禅宗特别光辉 那么现在进入到末法时期 就是佛灭度 两千年以后了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了 就是尽头成就 这个是世尊 在《大吉经》里面 等于说是给我们大众受计 哪一个时代 众生的更新 适合于修学哪一个法本 这为我们指出来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 更看到清楚 佛明白地告诉我们 将来佛法在这个世界灭尽了 这个末法完了之后就没有后法了 就灭了 就灭法了 一切经典都灭了 这个《无量寿经》还注释一本 换一句话说 它是最后灭的 《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是同步 同一步经 所以廉迟大师说 大本小本 同一步经 一个说的详细 一个说的简略 所以它是顺一步 不是那样的 内容完全相同 修行的方法也完全相同 那么这个《国报》也相同 所以它是属于同步 这个经最后灭 那么换一句话说 它非常适合于末法时期 一直到法面 这个经这个法门都少 只要你肯修 都是一生成就 不要等到第二生 所以是当生成就的佛法 这是佛跟我们讲的 我们肯不肯相信 能不能接受呢 那就看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了 金刚经上讲的五五百年 祖师大德 根据经义 为我们说了 五种坚固 就是每一个五百年 说出这一个时代的现象 第一个五百年 这个戒律坚固 第二这是禅定结果 第三个五百年 多闻结果 说的也很对 在第三个五百年 从中国佛教的发展 正是随唐时候 随唐我们佛法可以说 黄金时代 多闻结果 大家都在佛法理论上去研究 诸熟很多 往后呢 第四个五百年 塔庙结果 真正在佛法上 有修养的人 少了 盖庙 这个庙塔盖得很庄严 盖得很多 第五个五百年 塔庙也没有了 斗争坚固 想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确实在斗争 所以他这个五个说法 是讲我们这个社会的状况 我们今天生在这个 第五个五百年以后 斗争坚固 如果不斗争了 那释迦牟尼佛的话说错了 可见佛在三千年前 对我们这个世界后来的状况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因此 不需要我们自己选择 他老人家已经指定好了 就像奥耶大使在前面 悬疑里面跟我们讲的 叫我们要随顺祝福 真实教会 这个祝福 这个祝福就是阿弥陀佛 劝我们 劝我们 信愿持民 求生净土 这个是祝福的真实教会 不但是阿弥陀佛 是我们本思 释迦牟尼佛 乃至于 释放三世 一切祝福 一口同音 在尼陀金的六方佛战 那就是证明 真定是一切祝福 祝福了 真实的教会 劝我们 以这一步经典 以这个法门 修修 我们只要 决定求生 跟我疑惑 那就成功了 奥耶大使 这几句话说得 非常之好啊 我念了之后 非常欢喜 他说得太好了 这就是真实的智慧 无比的弃开魄力 因为这一随身 他就一生成佛了 这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这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要晓得 事发的希望 事发的希望 决定不可以去 不可以去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修圣 佛心大慈大悲 我们也要有慈悲心的帮助一切众生 虽然帮助一切众生 决定的不着想 也就是说 我们断卧修善都不求果报 我断卧 我不求消灾 我也不求消业障 不求业障在自然就没有了 不必要去求 我今天断卧是为了消业障 是为了消灾 是有求在里头 那就是下卧之下 我今天断卧我没有求 我这个断卧不落在山卧的山里 我今天修善 我也不求财 我也不求富贵 我也不求长寿 我什么都不求 这就是念兵都离了 但是断卧修善 我认真努力再做 从无间断 是一无所求 这就对了 那么在佛法里面 决定的随身 随身 中佛的教会 专修 念佛 往生的法门 这个就是真实智慧的选择 再看这些 精进修筑道法时 善能绝了 不 某行于无意枯行 长情心在真法中心 明 精进修筑 这个精进 精就是 唇而不咋 精就是进步 不退转 不退就是进 当然 我们的精进 一定是要在佛法上 求觉 一定是要在尽念上 大师之菩萨 教给我们 都摄六根 敬念相及 那是真精进 都摄六根 怎么摄六根 怎么摄 学法 实在是 这个六根 就像佛在 楞严经上 所说的 六根 门头 是内外 交通的 一个管道 主要的 是意识心 主要是意识 因为 且无根 眼耳鼻舌身 相宗经典里面 讲得很清楚 它的作用 这是了别 这是了别 就好像 照相机一样 我们也像个照相镜头 打开之后 外面境界 照得清清楚楚 明了 它没有分别 谁去分别呢 它不分别 不造业 了别好 了别是绝了 第六意识 在里头分别 分别善悦 分别嚎愁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 它起了作用 那么我们收拾六根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意根 我们言 不是叫你不见 言 当然要见 见怎么样呢 见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在一切法里头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那么你所见的这个境界 是平等的境界 这叫真平等 这叫真平等 意之法 这一根是对法了 真正在境界里头去学 这个修就是修学 学什么呢 学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执着 诸如要想的 真正能够做到 不起心动念 不分别执着 你就得定了 你的心 你的心也定 外面六成境界 你也看得清楚 你也听得清楚 样样都清楚 那是会 一切明了是会 心是定的 外面样样清楚 这是智慧 这叫定会等于是 高级的修行 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诸位看看华严经上 那些菩萨修行 你就知道 完全在生活当中 四思无碍 所以看到菩萨了 许多菩萨 在过无常中修行 他没有方案 他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吗 你会他也会吧 明了是会 他的功夫 就是不动心 不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各位要晓得 这就是经念 不一定要念佛了 这就是经念 那心清静 一个念他没有 这就是真正的经念 换句话说 永远住在定会之中 这是经念 定会之宜 不舍二 定就是会 会就是定 定是会之体 会是定之用 也可以说 会是定之体 定是会之用 定会 但你舍 他是平等 是一不舍 这个就是经念 我们现在 明白这个事情 事实上呢 做不到 那用什么方法 达到这个经念呢 我们这个经宗里面 教给我们 用念佛的方法 也就是说 把我们的意识 这个分别的意识 分别执着啊 统统去分别阿弥陀佛 就执着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都不要分别 都不要执着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功夫用到 纯熟了 纯熟之后 阿弥陀佛就没有了 丢掉了 那就 真的成了经念 所以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手段 是方法 那么我们要问了 达到真正经念 这个真正经念 是理议心不乱 明心皆性 见性成佛了 一念不生 是问问 他还念不念佛呢 他还念 我们怎么知道他还念呢 我们在《大师之菩萨愿通章》里面看到 他还念 那为什么还要念呢 他念跟无念是一 我们今天有无是两个 不是一个 他有念跟无念是一个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注意要晓得啊 念呢 是 踏实 念 好了 念佛是教别人 无念舍自己 所以他念佛了 一天到晚都不停止 做一个榜样给别人看 佛都念佛 菩萨都念佛 那我们当然更要念佛 这个就是大慈大悟 度众生叫他受用佛 自己呢 自己真的到今天一念不生的 那是他的自受用 自他不二 所以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你看 念不落空 无念不落有 空有两边他都不执着 这个佛法 不得已称之为忠祢道 由此可知 这一句佛号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一切祝福都念阿弥陀佛 用意就在此地 所以不管说多少法门 佛教话语 最后念佛 佛说法王 最后也念佛 阿弥陀佛 在中国禅宗那么样的身形 我们看看禅门日宋 就是禅宗用的阔宋本 他晚上也念阿弥陀佛 这是祖师大德们 真正明白了啊 真正透彻这个四世的真相 所以没有不念佛的 凡是学佛 不愿意念佛求生净土的 祖师说的话了 他的佛法没通啊 换一句话说 没有真正明了 如果真的通达明了了 没有一个不念佛求生净土的 这些都是四世啊 所谓的精进修诸道法 善能绝了 这个善不是他去研究 不是他去思维 不是 他是从修书功夫里面悟出来的 那叫善 是自己亲身体验出来的 觉悟了 所以我们读经 每度一遍 多少都有一点误处 只要你公公精进的念 这个心浮气躁 要赶时间赶功苦 那个没有用处 那个不会有误处的 心要勤进 心要恭敬 会有误处 便便都有误处 换一句话说 你每一天读经 每一天都有误处 这个误处呢 不要去记 那就是毛病了 那就变成障碍了 这段经文 心不懂 听讲也听不懂 后来这下 音念的意思出来了 赶紧把它记下来 这是错误的 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去记 它忘掉了 忘掉了 随它忘掉 都过两天的时候 它又有误处 而且是越误越深入 何必去记它呢 记它了 就打妄想 起了妄念 根本就用不住 这叫善能绝了啊 这叫善啊 不要去修这些无意的苦心 苦心里面 对现在人士在讲 太苦了太受不了啊 太不肯修了 也不过就是装目作样而已 比如说 这个吃苦 实在讲呢 这从前算不上是什么苦心的 但是现在就到 哟 这个人一天呢 下午都不吃饭了 这是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打坐 不导弹 这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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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意思是 不过中 都是日中 那么有人呢 错解的意思 吃午是不过午 那午呢 中国的午时 是十一点到一点 都是属于午时 在佛经里面讲是不过中 每一天日中 不能过日中 小臣界特别重视这一条 所以这个南传小臣呢 瞧不起大臣人 这种大臣人都破了阶了 都不是正义修学人 他们对于这个非常重视 那么如果真正做到呢 是很麻烦 每一天日中啊 每一天日中啊 时间都不一样 都不相同 那么必须在从前呢 用这个日规来测量 这个日中 现在呢 也比较方便 但是现在的时候 要用天文日历 天文日历里面 记载得很清楚 每一天日中的时间 它是几分几秒 给你记载得很清楚 每一天相差四秒 每一天相差四秒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天文日历呢 那最安全的方法呢 就是在十一点钟 从以前吃饭 这是绝对不会超过的 就是在十一点钟吃饭的时候 这是最安全的 不会过重的 那么其实 误解这个意思的人啊 很多 总认为啊 他这个吃饭啊 是真正的修行人 能够得到大众的尊敬 这个人了不起 真正的修行人 可是在下午的时候 有的还吃一点水果 或者吃一点其他东西的时候 那就多错了 这个真正的吃饭啊 真正的吃饭啊 是从这个日中一时 是 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日中一时 一直要到第二天的 早晨 可以喝一点流脂的 流脂是什么 不可以有沉淀 所以牛奶不能喝 牛奶会沉淀 果汁也不能喝 果汁也会沉淀 所以经里面讲的 那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蜂蜜 这个蜜糖啊 没有沉淀 所以糖水可以 没有沉淀 凡是有沉淀的 都不能吃 何款水果 那已经是 这个摘都破尽了 所以这个 我们 有没有必要呢 说实在话 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这个经上讲 往生的条件 是性愿行三字量 没有说里头有吃饭 这不吃饭的人 不能往生没有说 也没有说 这个一定要素食 吃肉的人 不可以往生 这经常没有 如果吃肉不能往生 圣迦牟尼佛 一定早就跟我们说明白 否则的话 我们不造成重大的障碍了 所以 这些 我们实在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那么第二个呢 讲不倒单 打坐 打坐干什么呢 睡觉啊 你看坐没多久 两头勾成一头 在那里打瞌睡 甚至打糊了 如果睡觉啊 如果睡觉啊 诸位相信 从前李老师说了 李老师说得很好 坐着睡 哪有躺着睡得舒服 这叫自着苦吃 这叫自着苦吃 舒适的无一的苦行 这个要知道 但是 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 是在家的 是赞叹素食 提倡素食 素食 是培养慈悲心 不是说 吃素就有功德 那你 那个意思就会错 而是 不杀生 这是功德 吃素 是不杀生 间接的 不杀生 这意思在此 是培养慈悲心 和宽 现代这个时代 肉食 带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疾病 我们中国俗话说 并从口如啊 蔬菜 那就好得太多 太多了 现在蔬菜里面 在美国还比较好一点 台湾的蔬菜 用的农药用的太多了 所以台湾的菜 看起来非常漂亮 从都不吃 有毒啊 从不吃 人吃得了 还能受得了吗 这李老师常讲 在台湾呢 我们每一天三餐服毒啊 那美国虽然也用农药啊 但是量少 对人体没有妨害 可是如果诸位要到中国大陆去旅游 你吃大陆的青菜 你就觉得跟美国跟台湾呢 同样的青菜 味道不一样 为什么呢 科技还不发达 还没有用农药 菜拿出来是不好看 虫吃了很多 是不好看 但是确确实实 味道不一样 我到大陆里以后 最欢喜的就是那边的青菜好吃 跟我们台湾四十年前市场上卖的菜一样 现在菜的味道没有了 真可惜啊 只重视表面的好看 而不重视它的这个本质 俗获掉了 所以这是 凡是无意的苦行 没有必要 不必要性 即使持明念佛 欧耶大师也给我们说的很明白 也不在乎一天念多少佛好啊 而是在乎功夫之前身 所以功夫的前身就是我们念的时候相应不相应 什么叫做相应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性愿行 这一句佛号理念 圆满具足性愿行就相应 你一天念的再多都不相应 这是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 大家也很容易明白 成情心在正法中心 那么这个叫精进绝分 若先得法喜 善能倦了此喜 不以颠倒之法而喜 祝真法喜 您喜绝分 那么法喜前面也曾经跟中院提过 这个是要功夫 功夫越深 这个欢喜 这个欢喜心自自然然生出来 人在修书当中 能有喜悦的心 他修书的精神就饱满了 这个法喜不但在佛法里头有 世间正法里头也有 你看孔夫子在《论语》里头 第一句 《论语》是学生们编的 不是他自己写的 学生们 学生们他们的见解 能把这一句放在这一部书的最前面 可见这句话非常重要 学而实习之不以悦或 那个悦就是法喜 这个欢喜 不是由外面境界刺激而来的 不是的 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 所谓叫《乐》 我们中国这个《习》跟《乐》 它还是两个意思 《乐》是内心发出来的 《习》是外面境界刺激过来的 但是在佛法里面讲《法喜》呢 跟我们中国这个《乐》是一个意思 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什么叫《乐》 那是《乐》 又蓬自远方来 不已落伏 那是外境 那是外面的境界 那是要落 《乐》就是佛法将的法喜 是从内心里面刺激 这功夫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以真诚恭敬心 读经 每一遍呢 有悟处 这个悟处就是法喜 就能生欢喜 然后这个力量 使你禁禁不懈 使你不独不厌 永远都不厌 那就是你便便都有无处 跟这个世间法不一样 世间法里面 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比如说教一年级过文的老师 每一年都用的这个课文 每一年都是那一份讲义 他那一份讲义可以用一辈子 为什么呢 没有心的意思出来 所以就有疲怨 有疲倦 有厌倦 不像佛法 不像经典 不要说佛经 儒家的经典 就像四叔 四叔在从前 小朋友 七八岁的时候上学 老师就叫他念 念到七八十岁了 胡须都不得了 他们一天还摇头晃了在念 念得还精精有味 那就是什么 这个书里的意味无穷 你每一年去读他 体会不一样 所以他才愿意去读 没有人读出他了 学校有老师读出 没有人读出啊 为什么他那么欢喜 为什么天天在读手 道理就在此地 所以他真的有领悟 真的能生欢喜心 古人常讲的 杜树洛 那个洛就是因为他有发喜 他得到真正的快乐 那么这是不深